我记得你 黑小子 黑小子 我记得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别提了啊 过去之后 俺媳妇跟俺甜甜抄嫁 俺相助 会来让他娘娘人劝劝他 你看 都跟俺闹着啥样了 都跟俺闹着啥样了 城里的姑娘可不好伺候 成了 成了 快去吧 看媳妇走那么远 都不要啊 救你了 走 多谢君业 那不是白灵街吗 徐尚书被他们抓走了 啊 毛燕 你马上回胡寺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去救徐大人 撤 毛 毛燕 必须赶在他们进京武卫打赢之前 把徐大人抢出来 这里人台都不好动手 少进路过去 也许还来得及 等于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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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凤烈不朽 情络一抹残酷 我滑落不甘随风走风 吹尽陌生痛里朝阳 依然守候爱与恨 低血的伤口散 欲若撕裂的战斗 被摸过 无趣旁归反弹 故唱离魂归人不散看 雄关万里长 斜阳草树朵 饮不到谁能乱 一马拼穿浪烟散 长剑无闻天赋为难 离仙千里把五月冲破九霄云间 策马要别何决你此天线 唱歌地狂天宽 黄沙满天不挂重魂烟 离人追光战斗断 凶凶凶燃烧火焰 马换星暗淡天思绪万千 朝当空淡绝寒 虎目归心飞烟绕两仙 这家不乱修喉 看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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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我唱一遍又在 等我去 我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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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一遍 你唱一遍 歌曲 你唱一遍 我唱一遍 你唱一遍 如是 这一天动静动摸啊 那倒是其他人也出事了 这 这可咋争啊 不会有人搁这儿藏住 等着俺们回来才害俺吧 阿里巴巴 那有病吗 都那黑掉下了人干啥呀 都没了 阿火爆了 许大人没了 鹿大人也没了 这下谋了 家也给炸了 那人炸掉了 那我哪知道 分着我死定了 我要回老家了 你确实咋看了家呀 不用靠什么 关火八级 痴级十二级 这个是我老婆种的书 这个还是我老婆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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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良哥 你的啥还不好利索了 但是慢点吧 你刚说老徐在郎百灵那儿 李炳去追他们的是吧 其实啊 老在金吾卫手里 都还安全点 如果和那个怪物比起来的话 真是要拆房啊 人都哪儿去了 ۶ 老大 好 这些是毛毛吧 屋子里到处都是 那只大脸子是不是还活着 它去哪了 快说 你有本事撒手啊 我死也不会说的 它脱不走我 就只能扔到井里了 还好我肚子掐住了 如果没被你们发现 饿瘦了 就会掉进去淹死吧 你怎么失声了 你随便给它治疗侠道啊 你在外边 是不是交了什么坏朋友啊 想不到你还活着 想不到你也活着 想吗 而且还穿得挺可爱 你埋伏在这里 是怎么知道我会出现的 与机关心这些事 不如想一下 你们在胡思的那个甜蜜小家吧 那里可热闹了 这把刀也小了 这把刀也小了 帮我 啊 啊 也不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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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的小猫咪 你为什么没有死 是不是秋神祭指使你刺杀徐大人的 那天晚上我的刀可是喂过毒的 可看看你现在 活蹦乱跳的 连个伤疤都没留下 还好意思问我 少废话 我这把刀没毒 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让你生不如死 你最后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那里是什么人 站住别动 好啊 把凶器给我放下 本官是大理寺少卿李炳 刚才陆狱袭击 已经把歹徒就地正法了 您的确就是寿宴上那个 认得我就好 劳烦各位看守好尸体 我会拆人来处理 本官还有公务在身 告辞 慢着 大人 您别为难我们 职责所在 还是先跟我们走一趟吧 可以啊 如果因此误了事 也得请几位 替我在皇上面前解释解释 现在也只能先进宫说服皇上 派人去结尾了 希望一切不会太晚 大哥 咱们就这么 你看时候也不早了 老夫就不打扰了 外面已经宵禁了 徐尚书 今晚就在这住下吧 啊 可是 凶犯现在下落不明 您回去会很危险 啊 不过 客房已经安排好了 好 左京五位大将军回城 啊 李大人 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好歹几把脸呢 小炳子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玩得开心吗 有没有给朕呆特长回来 陛下 请先派人去救卢大人和徐章叔 他们现在很危险 就这点破事 把他插出去 博州 博州出大事了 邱将军 老夫依然落入了你的地盘 要杀要剐 就随意吧 我一直很好奇 你我平日无冤无仇 为何要在皇上面前三番五次的陷害 陷害 老夫奏书上所写 句句有证可查 倒是你为了置我于死地 真可畏 无所不用其极啊 你带兵这些年 借着证判的名义 王杀多少无辜 这上面沾着的 又是哪一层百姓的血 就算今天老夫死在这里 以后还会有人站出来 继续揭发你的罪行 法王辉辉 你难辞其咎 你们这些文官整天坐在朝堂之上 就只会说这种漂亮话吗 百姓就全是无辜的吗 降兵就一定是来投诚的吗 你知不知道被炸强的敌人 在半夜烧成焦炭的滋味 知不知道在冬天被鸡民哄抢粮草的后果 你想让我当圣人 战场上一念之差 就决定了千万将士的生死 所以你就全然不顾他们父母妻儿的死活 不顾那些只想自保 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百姓的死活 只想自保 朝廷给他们自保的城池 给他们土地粮草 他们就这么轻易拱手让给叛党 为了自保 城破以后他们的父母妻儿 哪个不是劝他们不要多事 甚至为了名利要他们加入叛军 我的将士就没有家人了 他们的命就是用来保护这些人的吗 如果我们让后来的百姓面对入侵时明白 为了自己必须分死抵抗 如果你们这些文官把勾心斗角 要扼击护鱼凤鱼的心思 多花点在百姓身上 哪儿还有这么多的战乱 我身上沾的如果不是这些人的血 就只能是自己人的血了 就只能是自己人的血了 谢斩多了 喜不敬的 原来朕的大将军不但杀梁茂公 还谋害想要追究他的徐尚书 证据就是这块破牌子呀 渤州遍地交土 暂时能带回来的政务只有这个 但有存活的百姓为人证 只有正式立案 大理寺就可以马上派人去 那就是没证据了 倒是你呀 衣衫不整夜闯皇宫 诬告朝廷命官 暂且记下你这反作之罪 回去歇着吧 你这有 陛下 陈以为李大人所说属实 因为早对邱将军的行径有所耳闻 所以 陈自作主张 在暗中做了些调查 虽然晚了李大人一步 但在伯州 也确实有一些收获 希望 可以向您禀报 请你 秦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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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女猛何事 叩见陛下 你就是那个青莲 刚才在外面都听见了吧 这个大离子讲的那些 都是真的吗 说的 句句说实 那块破牌子你也认得了 这是我王父之物 与他的舅父各有一枚 梦青你就死了 这邪术 是全城最后参与的二十一个百姓 联名控诉王室在伯州的暴行 求朝廷为我们做主 来中城算是帮了大忙了 这次辛苦你了 不敢 小禀子 徐尚书和卢青的事 朕自会派人解决 你快回去吧 这下看来 可有不少争事要做呢 是 不要害怕 都说出来吧 你在皇上那儿告我的黑状 最后都会送到我手里 你是聪明人 只劝你一次 与其飞蛾扑火 不如留着命 不对 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不对呀 这里面有一半的奏书 根本不是老夫所写 模仿字迹 且言辞过机 捕风捉影 老夫不告这种无名之状 必然有人背后做鬼 挑拨你我相残 邱将军 圣上宣宁进宫一趟 还特意派人来接了 知道了 你我之间的事还没完 但眼下这件事 必须先弄清楚 初天千里丘 无梦别离后 年少不知愁 写有张剑有 何以再相逢 不肯向人挥手 敢问情重人 信念创之可愁 我看沧海横流 纷乱中爱恨 已并莫朽 敢认千万时空 前尘梦时 散落一身酒 自作断冬难沉未休 将心水滴数 一身世线月洪流 与郎见风口 我与生死周旋求 曾一见风口 与岁月翻不成愁 一难遍地有所 断冬难沉未休 将心水滴数 命复杀尽全其错致 将尘在叩首 承風似枷荒沙口 秋来都摇摩 苍苑如今无须流 风采月明清醒 像尘埃吹散风中